三角形重心的定义与性质 三角形的重心的定义 三角形三边中线的交点 就是在G 我们就称它叫做重心 现在A珠 B1 CF分别是三边上的中线 相较一点 J这个G点 我们称它叫重心 那重心又称它叫几何重心 如果你尝试用手指去旋转书本 你可以旋转书本很均匀的旋转的那个支撑点 我们就称它叫做重心 那接下来我们要让同学实际操作 用JG不让绘制一个三角形 画出三边的中线 找出三条中线的交点 也叫做重心 并且要验证 重心至顶点的距离 为重心至对边中点距离的两倍 重心与三顶点连成的三个三角形的面积相等 好 我们先打开JG block 首先我把我的坐标准拿掉 我先任意的绘制一个三角形 好 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要找它的边的中点 所以我采用的叫中心点 中心点 我找A跟B这两点 找到中心点珠 我找A跟C这一点 中心点叫E 找B跟C中心点叫F 然后接下来连线段 过两点连线段 我用A跟F连线段 B跟E连线段 C跟珠连线段 你会发现三条中线确实相较在这一点 那我就用交点来验证 这一条跟这一条线果然相较在G点 接下来你去移动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G点 就是三条线的交点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称的叫重心 接下来第二个任务要的验证 重心到顶点的距离 跟重心到对边中点的距离 这一段是它的两倍 那我采用的是JG block里面 有个叫量测距离的工具 我选择A跟G 量出来距离叫4.48 我选择G跟F 量出来是2.24 4.48确实是2.24的两倍 再验证一次 B到G的长度3.14 G到E长度是1.57 3.14确实是1.57的两倍 C到G 4.37 G到Z 2.18 4.37跟2.18确实是2倍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 近位到小数的第二位 所以你会发现 它是这样的结果 但是你把它移动之后发现 它的距离确实都是它的两倍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个验证 重心到三个顶点 产生三个三角的面积 有没有相等呢 那我就来绘制三个三角形 G A B G 好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算出来是6.71 整个ABC的面积是20.14 那我再绘制第二个三角形 G B C G 这个上角形 面积一样是6.71 绘制第三个上角形 A C G 这个面积出来 也是6.71 所以我们从这里验证出来 重心到三个顶点 产生三个上角形面积 果真一样大 我把它移动 各位观察 这个三个面积都保持是5.82 5.82 所以果然验证出我们的第二个性质 重心跟三个顶点产生的三个三角形面积一样大 第一个性质 重心到端点的距离 跟重心到对边中点的距离 是这一段的距离是这一段的两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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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